沒有錯在這個前兩個禮拜 G20的時候 拜登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兩個人見完面了 美中關係是不是比較緩和 那事實上確實感覺上好像 雙方也比八月份的劍拔弩張的情緒 的情緒一直下來緩和了不少 美中的房長見面 布林肯大概一月份要去這個北京 然後這個葉倫也跟中國人民 人民行的行長也都見面了 所以代表他們的高層似乎會互動 甚至我聽哥說話說 有人喘一口氣就跟我說 第四次臺海危機是八月份 裴洛西來找到現在為止 算告告一個段落了 是把拜登跟習近平見面 認定是第四次臺海危機的結束 有這個說法 但是但是我覺得美中關係是回不去了 因為基本上當然美中有合作的地方 但是有競爭的地方 我們競爭的地方 你看到美國絕對沒有打算在科技 在半導體系統上鬆手 那最重要的是在對抗的地方 臺海問題上面 今天不是拜登政府 他當然絕對支持臺灣 但是除此之外 你看到這個這次的這個 集中選舉之後 眾議院的多數黨是共和黨 他可能走得比民主黨政府更前面 所以你包括現在民主黨政府 民主黨政府的那個白國發言人 Coby他也出來講 他說基本上美中關係沒有所謂reset 就是剛剛講的重新再來過他的緊張關係還是緊張還是在哪裡 我覺得根本重中置重還是在臺灣 但是而且他也講得很清楚 美國的民主體制就是這樣 如果美國的眾議院院長或美國的國會議員 要去任何國家參訪 美國政府一定都是支持的 包括臺灣 特別加這幾個字 對包括臺灣在內 最重要是這句話 那我們都知道 那個麥卡錫 這個大概預定是這個下一個 這個眾議院的這個議長 他就已經說過了 他就是要來臺灣 時間點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強烈表達要來臺灣的意願 同時也不要忘了 現在躺在眾議院的TPA 就是那個臺灣政策法案 那個東西 你到底會不會在這個麥卡錫的推波助燃架 進一步的快速的通過 這些都是中國在這議題上非常非常憤怒的 那我們要回來講 為什麼美中關係會找到這樣尖銳的對抗 講一個小故事 這個是在川普失望的這個 第二個的國安顧問 麥克爾·馬洪斯特 他講他最近出了一本書 他講那時候他陪川普 第一次選上之後 然後到哪裡 到這個北京進行川席會 那時候其實中國對川普是充滿期待 充滿期待 然後對川普的接見的規格之高 是歷任 不是美國領導人 所有外國領導人 第一位走進紫禁城裡面 是畫面看到走到紫禁城裡面 由習近平親自接待 帶你遊覽紫禁城 還在紫禁城裡面吃飯 驗請你 他們說這個皇帝不是習近平 這皇帝是川普 這川皇將領 所以其實那時候川普跟習近平 在那個氛圍是非常非常好的 可是這個麥克爾·馬斯特他就講 他說什麼時候轉變 同樣在北京 最後一場會議是這個 這個白宮官員排排座 當然川普也在 然後跟李克強這邊 李克強就講了樂樂等一大堆 但簡單講一句話 就是中國會越來越強 中國中國會越來 這不用再依賴美國 那你們美國未來 就是提供我們相關的原材料 技術等等 然後讓我們來生產 讓我們來製造 讓我們來發展 川普連聽都聽不完 就立刻打斷回去 按照麥克爾·馬斯特後來說 連夜他就找了這個麥克爾·馬斯特 還要找當時的那個國安副部門博明 他們得到一個結論 他們認為說 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 沒有打算桃光養晦 擺明了就是要跟你競爭 跟你對抗 所以川普在那次離開中國之前 他講一句很耐人巡慧的話 他直接對中國講說 問題不是在你們 問題在我們 什麼意思 是我們錯估了現在的中國 是我們縱容了中國的做大 是我們放縱放縱了中國 對我們的挑戰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整個880度的轉變 美中貿易戰 美中科技戰 一路發展到現在所謂的天下為中 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東西回得去嗎 我個人認為結構性的問題 回不去 OK 那回不去 那某種程度雙方各自 除了你說在經濟發展 在晶片戰爭 在軍事武力方面 一定也要各秀自己的馬手 大概都會是這個樣 所以維航 第一個 你看到美軍最近沒幾張報道 美軍兵推 兵推臺海離街的狀況 那對於他們的太空部隊 他的印太司令部 因為大家都有講說 美國現在印太大概這一塊 是最重的 重中之重的這一塊 那有很多時候 你只要看到人家 要讓你眼睛看得到 他有多強 像加首納 加首納空軍基地 他就我們講飛機在那邊跑 大象漫步給你看 他就把所有這些弄 你看意思就是 我在加首納 擺這麼多 這就是在告訴你 我的實力就在這個地方了 大家擺著看 對的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這一個 所謂的新軍種太空部隊 當然世界各國都 你陸陸續續建立所謂太空軍 或是空天軍 俄羅斯那空天軍 但美國這個太空軍 他是一個真的是獨立軍種 他專門是會負責 所謂大體層以上的衛星 導彈就打到大體層上面那些導彈 相關偵測摧毀作戰等等的 那為什麼要特別 成立一個印太區域司令部 要注意印太司令部 是本來就有這個司令部 他這個是太空軍的區域司令部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業務很多 所以我可能在夏威夷哪裡 會去設一些部隊 那我再成立一個司令部 去管轄他們 那在有一個指揮 就是有一個司令的狀況下 他們就可以因應某些戰時的調度 比如說我這個司令 就可以跟印太司令部的誰的對口 就直接做轉接 就不用一路打到大老大 在大老大下來 就有點橫向的資訊聯繫 所以這當然也凸顯 就是美國這個 其實就是講白臉嘛 誰會有太空戰力 在印太去跟他對決 那不是印度啊 一定是中國嘛 他們就強調到中國 相關軍事的衛星可能要250顆 甚至有更多在天空上飛 那我們當然要有一些區域的司令部 能夠針對這些威脅去做出應對 好 那當然美方一方面掌握天空 另外一方面呢 他這邊有特別 最近傳出一張圖 這是要推出貼出來的一張圖 這上面是強調了 美軍的熱帶閃電部隊 兵推現場曝光 兵推現場當然到處都有 可是他的看點在哪裡 對 這其實是一個台灣的地理 對 在這張圖 這是一個台灣地圖 他把台灣南腰切成兩半 北台灣南台灣 然後上面有非常多的兵棋 這可能是實體的兵推 我們過去也都受過相關的訓練 那當然他這個是真正軍事專業的兵推 我特別注意了 他們幾乎所有的參戰的軍事人員 參與兵推的軍事人員 都把階級識別都拔掉了 所以他有在相當程度上是保密 不過我看這些人的年紀 應該都校級以上 以這個部隊的規模來講 應該都是他們的大頭 我參謀的大頭都來了 以後他們就在實地演練 如果要在台灣的本島上面打 我們要怎麼打 那我再仔細注意了一下 上面的兵棋 他是已經演練 共軍已經登陸了 然後美軍或是站在美軍的立場 他怎麼看台灣的部隊的調度 因為他是屬於快速兵棋 他並不是很嚴謹的 我們的數位兵棋 可能是大家都推完一步之後 才有下一步 他會要求這些參與兵推的軍官 就是15到20秒之內你就要下一步 所以他是考驗大家的瞬間判斷力 就是本來在場上很多時候是瞬間判斷力 好 那老實說 這個是在沒有台灣參與的狀況下去做的兵 所以他們的思維或許代表說 就算中華民國入海空軍跟他們沒辦法配合 他們也要用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思維去打這場戰 特別是打到登陸戰 我都還來跟你繼續打 所以顯然美軍的盤算 已經不是像我們的什麼貪案間諜 或是賓海巨子等等的這種層級 他都是我就是天荒地老跟你打下去 這雙圖出來的意思就是 天荒地老跟你打下去 中華民國政府是誰執政 然後撐到什麼程度 那個再說 但是我就是已經做好一切準備 我要跟你慢慢推 同一時間呢 因為這個白宮那邊就說 就是其實誰要來台灣都很OK的狀況下 老共應該會瞬間有反應 所以加首納才會推出這個大巷漢漫步 他就把他現在有的F22 因為之前F15回去美國本土修了 所以他曾經一度都是F22 但現在F22比較少 大概就8架 F15已經有23架回來了 好 那當然這樣的規模 你會說感覺有點小啊 但是大家要考慮到 他能夠拿出來做這種展示 他不是他全部的飛機 像他電子戰機也只有拉兩架 出來給你在那邊一起跑 所以這個是用來秀的 他的顯示他的餘域 就是我現在就是 我要做秀我都還有這樣的兵力 你以為這些軍力是你可以盯得住嗎 你會說大概才三幾架算 有什麼了不起 這三幾架他可以盯 兩三百架的中共軍機都沒有問題 所以實際上美國就是一方面 他在政治上他會去做一些推演 也許我會開始跟你中國釋出善意 我還跟你談 但是在軍事上呢 我還是持續的進逼 各種議題 甚至包括金片戰的議題 等等議題 我還是會逼你 所以這沒有一面倒的狀況 美國一定都是兩手策略 OK 指責請問一下 其實最近大家會關心 前這個媒體報導說 像台積電 美國有沒有就是 包括要做分散的風險 台積電要到美國設廠 包括我們的工程師 有沒有連家卷都有專機過去啊 這些 有一本書 晶片戰爭的作者 其實他大家全世界會擔心 有一個就是 很晶片的主體 在台灣太重要了 大家都知道 這是我們護合神山 但這相對是另外一種風險 是 可是譬如像你看 不是全世界都聽美國的 對 像ASMO 前一天 前一天不是講 ASMO要到我們台 是離口吧 在新北地方要做設廠 但是ASMO他們也直接講 荷蘭政府就講說 要不要賣東西給中共 你們自己決定 他不會聽美國的 這對我們來講 聽起來不太舒服的 是啊 每一個國家都在追求 自身的國家利益 那所以說 常常是競爭中有合作 合作中有競爭 像民進黨這樣跟對岸 做政治的零和 完全的政治零和 這是比較少見 不過這是民進黨政府的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剛才小五哥說到的 我們都知道 那個荷蘭ASMO 是那個半導體 設備製造廠商 全球最大的 最重要的 我坦白講 整個這個供應鏈裡面 那沒有這個設備 後面也做不出來 晶片 那不過荷蘭的外貿部長 施雷納馬赫 他就講說 到底要不要跟著美國 大家都知道 美國在制裁這個大陸 這個晶片 那不管是透過法案 透過一些措施等等 都在壓制 他們的這個晶片的發展 那其他國家 到底要不要追隨跟隨 那荷蘭的 因為他們自己有這個半導體的製造商 最大的 那外貿部長出來講話了 他說 我們將會捍衛自身的經濟利益 至於到底要不要出售 賣這個晶片設備 不會完全配合美國了 坦白講也蠻有 蠻有 就帶隊 到了中國大陸就訪問了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管去不去 這是他們自己的這個選擇 那我要講的就 就回到我剛剛講的競爭合作 合作競爭 那如果你只走一條路 你對於自身的國家利益 或經濟利益 就會有影響 就會有衝擊 另外晶片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就美國塔夫茲大學的國際歷史系的教授 米勒 事實上他是誰 他就是剛才小五哥講 那個晶片戰爭的作者 那他講了 他其實他有趣 他點了兩個憂慮 哪兩個憂慮呢 第一個憂慮就是說 全球對於臺灣的晶片的依賴度太高 那高到什麼程度呢 事實上呢 我們知道高階製程 臺灣的這個晶片 佔了全球的百分之九十二 就算是全部的晶片 臺灣也佔了百分之五十五 那這個全球都依賴臺灣的晶片 大家知道 所以台積電變成護國神山 那這個米勒 大概他的想法就是說 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看起來有點危險 所以呢 不管是美國 或其他國家都要怎麼樣 把分散風險 你是不是要把這個 這個半導體的製造啊 吸引啊 培養人才啊等等 那另外他另外擔憂是什麼 就是兩岸問題 就是說如果未來北京武力犯臺的可能性 如果有這個狀況的話 這可能 他認為這可能比新冠疫情 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更可怕 就是說對岸是不是用非和平的手段 要威脅 那坦白講 這些事情坦白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了 那所以當然他的建議 其實跟美國現在做法一樣嘛 就通過晶片法案啊 吸引人才啊等等 不過他這個米勒教授講一個是我最有值得一提的 他說張忠謀董事長是過去百年來最被低估的企業家 我一直以為張忠謀就是應該很全球知名啊 應該大家都很重視他 尤其台積電製造晶片這麼厲害 我說原來在國外都在低估張忠謀 感覺是好像是最近才被這個提起來他的重要性啊 不過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包含你看張忠謀他去參加那個APEC 那個賀錦麗他說美國副總 賀錦麗碰到他第一件事情問什麼 哎我們對你們的半導體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坦白講這也是某種國力的展現啊 OK 和紫澤剛講這個 所以你們在零和之間 剛才紫澤特別說你們現在執政上 這兩岸之間採零和的態度 那對未來是不好的一種狀況 其實我覺得我只想回應紫澤就是說 其實這些國家都是要為自己的國家來做一個國家利益 但是呢這些國家絕對不會用 這個所謂飛彈 就像紫澤剛剛你自己也提到嘛 連國外都知道 中共就是對我們始終就是武力犯罪 就在欺負我們啊 其實現在重點就在於國民黨 他的邏輯就很錯亂 比如說到底你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你要跟他同一國嗎 現在中國所盤算的那個 那個裡面他對待臺灣 跟其他我們現在講到的 韓國啦日本啦荷蘭啦美國不一樣 大家都是盤算自己的利益 包括我們現在想的也是臺灣的利益 那如果說今天你對岸不要就是隨時想要給我武統臺灣 那我當然可以好好跟你談嘛 對不對 馬英九講的嘛 如果投給國民黨的話 就是兩岸沒有和平 那兩岸沒有沒有戰爭 對但問題來了是是跪下來的 跟他一起統一嗎 是這樣嗎 那當然不會有 所以我覺得我想回應的很簡單 大家都懂我想講什麼 就是你中國如果好好的對待我們 大家是真的有機會和平相處 我們當然願意 但是顯然現在是連全球都認證 中國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威脅 包括連美國都說我過去低估你了 我讓你壯大是我的錯誤 所以現在他會把臺灣拉進來 包括這些國家包括台積電等等 比如說賀錦麗為什麼認為臺灣的台積電很重要 現在是覺得說如果臺灣真的被中國怎麼樣的話 那全球的包括高科技電腦手機等等 這些東西可能都會陷入一個缺貨啦 或是整體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只想回答的很簡單 就是國民黨的這個邏輯思路 在罵民意黨要統一一致一點 OK